聽到就想再衝出來看 連工地人員都傻眼了 八顆輪胎的大型吊車 居然車尾騰空 頭中腳輕的懸空翹起來 山長的吊臂就壓壞打好的鷹架 為在高雄路主的工地 二號上午進行吊掛鋼管作業 但是吊車卻重心不穩 離譜畫面連工地師傅都看傻眼 它那台吊車吊重量 可以達到180噸 這個沒有那麼多 吊車懸空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但是正在蓋的建築物 卻有受到損失 經驗豐富的工地師傅說 是因為腳架底盤不穩 才會導致懸空 地面不夠雜質 面積不夠寬 不夠讓我們的吊車 去承受那個地壓的壓力 就算你沒有吊東西 它感受的重量 也是它也沒有辦法去承受 因為人員操作不當 吊車懸空讓大家站在工地 看著搖頭 還好沒有造成其他結果崩壞 否則損失金額恐怕又得往上加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